大家好 欢迎来到玄乎神乎 我是小兰 我是清风 在距离老我首都万象大约400公里的一个山坡上 散布着很多巨大的石棍 这些神秘的文物有数千件 大小从一米到三米都不等 全部都是由岩石制成的 这些石棍大部分是没有装饰的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雕刻或标记的痕迹 石棍周围散落着人骨 还有古代文物 以及一些奇怪的石盘 这是一个神秘的石棍平原 数百年来一直在困扰着考古学家 那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石棍平原 最新的考古研究表明 这些巨大的石棍可能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 那罐子的作用很可能是被用来先存放死者 直到只剩下骨头以后再把它埋葬 有些人就质疑考古学家的说法 他们就认为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 直接把死者埋在土里不更好吗 我也觉得这种猜测有点离奇 不过考古学家的猜测是有他们的道理的 著名的法国考古学家克拉尼在1935年提交的报告中说 他对这些罐子进行了考古审查 发现这些罐子大部分是由沙盐制成的 也有一些是花岗盐或者是其他材料制成的 他在其中一些石棍中发现了人类遗骸 他推测这些石棍很可能是用于古代的丧葬仪式 而在附近发现的一些石盘很可能是墓碑 而且他们还发现在罐子内部和罐子周围有一些珠子 以及人类的骨头和牙齿的残骸 这些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也支持了克拉尼的想法 因为通常珠子是用来祭奠死者的 还有一点就是考古学家在这个地区附近 还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洞穴 这个洞穴被认为是个火葬场 不过当地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制造罐子的窑洞 不管这个洞穴是用来做什么的吧 反正都是大家的猜测 事实上直到现在罐子的用途一直还是个谜 不过这些猜测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的 你比如说很多人认为这些石冠可能是先用来安置尸体的 让这个王者先经历一段的这个过渡期 就是从实体转移到精神世界的过渡期 然后再把尸体火化进行第二次埋葬 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这些石冠可能是用来收集雨水的 给那些途经此地的商队提供水源 而那些珠子应该不是用来祭祀死者的 很可能是用来表示对上仓的感谢 因为上仓会降雨 帮助那些商队的人 这个说法也有道理 老挝这个国家确实有很多地方都有这类石冠 这些石冠遗址一直延伸到印度 而且也确实都在古代贸易的路线上面 对 现在考古学家在罐子遗址发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墓葬证据 有些墓葬是放置了完整的人类骨骼 有些墓葬是埋葬成捆的人骨 也有是把人骨埋葬在这个小陶瓷罐中 然后在表面用独特的石英石做标记 不过考古学家对陶瓷罐和其他墓葬中的人类遗骸 做了放射性碳年代测定 发现大多数遗骸是在公元700年到1200年前被埋葬的 也就意味着这些遗骸比石冠本身要年轻得多 因为这些石冠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 当地也有很多关于神秘石冠的传说 说这些石冠是那些曾经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巨人留下来的 石冠是那些巨人制造的酒坛子 后来巨人离开了就留下了这些石冠 说是巨人造的这些石冠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些罐子都很高 有的有三米高 如果往里面放东西或者是从里面取东西 那普通人的身高是很难做到的 而对巨人来说那可真是太容易了 现在这个石冠平原成了老窝的旅游景点了 不过这个考古遗址也被列为最危险的遗址 1964年5月到1969年夏天期间 美国曾经在老窝进行过一系列的轰炸行动 目的是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传播 所以这片考古遗址也遭到了破坏 留下了一个坑坑洼洼的荒地 许多石冠都被破坏了 一直到2004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一家非营利机构合作 开始着手清除炸弹的工作 不过至今还有很多没有被清除的区域 据估计至少还有数十万枚没有被引爆的炸弹 埋在这个地下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还有许多石冠遗址没有对外开放 2019年7月6号 石冠平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当然了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考古遗址之一 对这世界上的未解之谜实在是太多了 光是一个石冠你看就很神秘 到底这些古老的民族曾经在那里进行过什么样的神秘事业 真是不得而知了 希望这些奥秘不要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对不过我倒是相信 这些是巨人留下的作品 因为关于巨人的传说在很多的民族文化中都有记载 几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家也一直在寻找巨人种族的化石 多项考古中都发现历史上曾经存在着三到五米高的巨人 也就是说有许多证据显示地球上曾经有过巨人族的存在 1890年的冬天人类社会学的创始人 George Vacher De La Pange伯爵 他在法国一个青铜时代的墓地中发现了三块骨头碎片 根据De La Pange伯爵的说法 化石骨骼可能属于已知存在的身材最高的人类之一 他估计这个巨人的身高可能有三米五高 我以前看过释迦摩尼佛的书 说释迦摩尼佛他是杖六之身 换算成现在的单位应该是三米二 这跟考古学家估计的巨人的身高有点相像 对 其实就连亚特兰提斯人的身高也跟巨人的高度很吻合 曾经有个记载说有一片神秘的大陆叫做亚特兰提斯 这里曾经出现过巨人部落 没错 关于亚特兰提斯我们也曾经做过介绍 大家可以在本期节目中的内容介绍中找到这个节目的链接 当然了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不过一定不要忘记按下小铃铛 否则您还是很难及时看到我们更新的节目 19世纪的时候考古界出现了一片繁荣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 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发现了巨大的骨骼和化石 也许冥冥之中是在告诉我们巨人真的存在过 1912年美国内华达州的牧场工人 在一个荒凉的洞穴中挖掘蝙蝠粪便 目的是要拿这些粪便做肥料 当他们挖掘到三四米深的时候 发现了红发的巨人木乃伊 这些巨人高大约两米 类似埃及木乃伊 头发是红色的 无独有偶 在1920年代 美国一个牧场管理员意外发现了几具非常大的木乃伊 最小的木乃伊也有两米高 而且这木乃伊的头发也是红色的 说明美国这地方以前说不定就是巨人呆的地方 1950年末 土耳其山谷地区发现了许多巨大的骨头化石 经调查证实 这同人的骨头十分近似 只是比例出奇的大 其中的一个大腿骨化石长达一米二 依照这个比例推算 这个人的身高有五米 称其为巨人一点也不为过 也是在同一段时期 俄瓜多尔的一个城市哈洛遭遇了山崩 想不到灾害现场居然发现了七件巨大的化石骸骨 当地居民认为这些骸骨的残片属于远古时期的巨人 后来考古学家对这些骨骼化石进行了鉴定 结果令人震惊 这七块化石骸骨都是来自人体的不同部位 是普通人尺寸的七倍大 专家估计化石骸骨的主人身高大约是七米六 哇 那可是超级巨人哈 对呀 其实能够证明巨人存在的证据真的是很多很多 在美洲有关巨人的新闻经常出现 1986年墨西哥城的东部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巨人头骨 这块骨头高50厘米宽25厘米 牙齿是现代人的2.5倍长 据估计这个巨人的身高是在3米5到5米之间 2000年左右美国和秘鲁考古学家在秘鲁的一座巨型金字塔内 发现了三座非常神秘的古墓 让考古人员感到非常惊奇的是 古墓中有三具非同寻常的海骨 这些骨架的身高都在2米8以上 而当地的男性他们的平均身高只有1米49 我看到一个图片是南美出土的一个巨型锤子 一看那个锤子你就知道它不是普通人用的 只有巨人才能使用 其实这个巨人也曾经出现在史前巨石柱群的神话中 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巨石建筑 这些庞大的直立巨石最高9米重50吨 他们已经在那里树立千年了 早期的英国人就称这些石柱为巨人之舞 他们认为石柱的建造者一定是巨人了 现在世界上也有巨人 我年轻的时候知道有个木铁柱2米28 已经很高了 现在世界上最高的人是吉尼斯记录保持者 他是一个美国人叫罗伯特瓦德罗 他的身高是2米72 小兰你要是站在他的身边 肯定有压迫感 跟坐山似的 其实不光是有巨人也有矮人 小人国估计也存在过 这真有可能 因为我在梦里梦到过 不过不管你是巨人还是矮人 我们相信都曾经在这个地球上存在过 那今天还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估计也是为了让我们知道 这个地球上曾经有过不同的人种 现在的人种在地球上不是唯一的 玄乎 神乎 看不透的大千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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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